你见过跑到岸上袭击人的螃蟹吗? 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螃蟹种类就有多达四千五百多种 它们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和淡水湖泊中 而绝大多数人能接触到的,也仅仅只有那么几种 其实,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体型巨大的螃蟹 有些生活在阴暗的海底,如果不刻意去寻找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无法亲眼看到这些巨型螃蟹 所以,今天就跟着TOP研究院一起看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十种螃蟹 它们的样貌超乎您的想象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订阅,以免错过精彩内容 TOP10,蓝蟹 蓝蟹是一种生活在大夕阳西暗的一种清洁 这个家伙的身体颜色非常鲜艳 整体呈现亮丽的淡蓝色,看上去像是一种携带剧毒的生物 但实际上它们不但没毒,并且味道还非常鲜美 在当地属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美味佳肴 蓝蟹的甲鞘宽达20厘米,长度可达10厘米以上 它们主要以隔鲤、牡蛎、小鱼和一些腐肉为食 只要是能吃掉的东西,蓝蟹几乎都会吃 即便是它们的同类,有时候食物缺乏的时期 这个家伙也会对自己的同类下手,非常残忍 蓝蟹的公母很容易区分 熊蟹有橄榄绿式的外壳 浅血红色的是母蟹,蓝蟹一年四季都有 但10月底或11月初是蓝蟹最肥美的季节 有肉也有黄,口感十足 由于螃蟹一生之交配繁殖一次 且它们通常选择回到入海口进行繁殖 所以在此之前被捕捞的大量母蟹 都是尚未完成交配就被捕捞上岸 当地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限制对母蟹的捕捞 从而防止蓝蟹产量进一步减少 在马里兰州,补蟹需要申请许可证 在乡邻的弗吉尼亚州 补蟹则不需要许可证 只要你不做商业用途 且一天不可捕捉超过24只 它们的寿命可达三年以上 一般都活动在一些 相对较浅的水域中,在水底 它们经常挖出,深达30厘米的洞穴 这种洞穴既可以保护 蓝蟹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 也可以当作捕食其他动物师的伪装的 Top9 佛罗里达石蟹 这是一个生存在北大西洋西部的一种石蟹 这种螃蟹的体型很大 特别是钳子 它们的大钳子 最长可以尝到近15厘米长 并且杀伤力极大 一钳子下去 就足以将坚硬的牡蜜壳加碎 在当地 这种石蟹经常被捕食食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捕捉这种石蟹的时候 只可以捕获它们的大钳子 学下钳子后 需要将它们的身体重新放归海洋 如果将整只石蟹捕捞带走 很有可能会引来牢狱之灾 之所以会有这种规定 主要原因就是 这种石蟹即便逝去了自己的大钳子 它们仍可以在水中生活 并且过一段时间后 它们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 实现肢体再生 重新生长出新的蟹钳 如果人类将它们的身体 整只带走 只会让它们的种族数量 变得越来越少 然而如果只取下它们的蟹钳 既不会威胁到石蟹的生命 也不会影响到它们的数量繁衍 而且还可以持续获得 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 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能很残忍 但实际上 它们的手臂在被折断的时候 并没有多痛苦 石蟹的神经系统 并不像我们人类这么发达 在手臂被折断的时候 它们只能感觉到微弱的电击感 并没有多痛苦 TALK 8 珍宝蟹 这是一种仅生活在 太平洋北部水域的 一种大型蟹类 珍宝蟹也叫手掌黄道蟹 这种螃蟹的甲翘宽度 最宽可达25厘米以上 体重可达3斤以上 与大多数螃蟹一样 珍宝蟹的大钳子也具备 非常强大的压力 大钳子的主要作用 是为了抵御其他捕食者 和用来撕开一些较大的食物 既能当作抵御敌害的武器 也能当作近视时的餐具 它在大钳子上场游 看起来非常像牙齿的白色节节 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夹到 虽然不会折断我们的手指 但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疼痛 这个家伙每当遇到食物 短缺的时候 也会出现同类像食的现象 在野外 它的天敌主要就是人类 除了人类 一些章鱼和大型鱼类 有时候也会威胁到珍宝蟹 不过它们最大的天敌就是人类 因为在北美地区 这种珍宝蟹 是当地蟹类产品的重要资源 尤其是体型巨大并且多肉 一年四季 它们都会遭到捕捞 套漆 雪蟹 这种螃蟹的外形与蜘蛛极为相似 第一眼看到它 很多人都会误以为 这是一种大型的蜘蛛 但实际上 它是属于蜘蛛蟹总科的一种蟹类 灰烟雪蟹原产于阿拉斯加和日本 根据产地的不同 更有松叶蟹 与前蟹之称 甚至形成了一些知名高档品牌 它的腿部很长 雄性灰烟雪蟹 双腿展开的长度 最长可达80厘米 它们生活在水深50至500米的海底 白天通常都潜伏在一些泥沙底下 到了夜晚才会从泥沙底下爬出来进行觅食 这种螃蟹的寿命很长 它们单单是达到性成熟 就需要10年的时间 血蟹的平均寿命可达14至16年 最高寿命能高达20年 这个物种还有一点就是 在它们的寿命将要结束之前 它们会经历一次褪皮 然后再进行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的交配 才会死去 在水中它们几乎会吃掉 任何它们能抓到的东西 像一些小型鱼类 虾类以及其他的一些动物尸体 都会成为灰烟雪蟹的食物 Top 6 普通黄稻蟹 其外表看上去很像 一块面包所以也被称为面包蟹 这种螃蟹主要都分布于北海 北大西洋以及地中海区域 普通黄稻蟹的蟹壳最宽可达25厘米以上 体重最重可达6斤以上 但是它的一个大钳子 就比一个成年人类的拳头还要大 普通黄稻蟹的蟹蟹末端成黑色 它的这对钳子非常强壮且尖锐 压力也极其可怕 它们可以轻易地加碎一些甲 翘类以及螺类动物的坚硬的外壳 为了避免被这种大螃蟹伤到 捕鱼者在将其打捞上岸的时候 通常都会将控制大钳子 闭合的进步减断 以此去避免伤害到其他人 普通黄稻蟹 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石缝以及岩石下面 由于体型的较大 所以它们一动起来 并没有其他的小型螃蟹那样灵活 因此这个家伙在白天 通常都会将自己的身体 埋在沙子底下一动不动 在这期间 它们会让自己 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 时刻警惕 其他捕食者的到来 只有到了晚上才会陆陆续续的 出门觅食 再就是它们的寿命 野生的普通黄稻蟹的寿命 最长可达二十 套五 阿拉斯加帝王蟹 阿拉斯加帝王蟹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帝王蟹 你知道吗 这个家伙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螃蟹 它属于石蟹科的一种 甲鞘类动物 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 大多数的螃蟹都是四对角 外加两个大钳子 而帝王蟹这种物种 却是三对角 外加一对大钳子 对比大多数的螃蟹 要少一对角 这个物种生存在水下 高达850米深的冰冷海域 主要的分布在太平洋北部 帝王蟹的种类 多达一百多种 其中体型最大的 就是阿拉斯加帝王蟹 也叫红帝王蟹 红帝王蟹原产于阿拉斯加湾 这种帝王蟹的腿部 全部展开的长度 最长可达1.8米 平均体重都在20斤以上 在全世界 它是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种 既可以横着走 也可以竖着走的螃蟹 红帝王蟹的外壳 布满了坚硬的刺 它生活在寒冷的深水区 寿命最长可达30年 它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都生活在深水中因此 想要将它们捕捞上岸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都知道 帝王蟹在全世界的 售价普遍都很昂贵 其中一部分原因 就出于它们的打捞难度 你知道吗 餐桌上的每一只帝王蟹 都是捕蟹人冒着 生命危险打捞上来的 因为在帝王蟹生活的海域 气候非常寒冷 并且时不时的 就会有凶猛的巨浪击打船体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巨浪 卷入海中丧命 非常危险 Top 4 巨猿青蟹 巨猿青蟹也被称为巨性泥蟹 这种蟹分布于非洲和亚洲的 一些河口以及红树林地区的一些沼泽地中 巨猿青蟹的体重可达七斤以上 甲鞘的平均宽度都可以达到22厘米以上 最宽可达24厘米 它之所以排到帝王蟹的前面 是因为这个家伙的平均体积都要比帝王蟹大 这种螃蟹有相互残杀的习性 它们对同类非常的残忍 每当它们到了褪皮的时候 最需要防备的并不是其他动物 而是自己的同类 螃蟹这种动物在完成褪皮的短时间内 身体是非常柔软的 而这种巨猿青蟹 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对自己的同类下手 毫无人性可言 非常卑鄙且残忍 这个家伙的耐喊能力很强 离开水后 只要在塞枪中含存少量水分 它们就可以在脱离水的环境下 生活数十天而不会死亡 它是人类已知 体型最大的鹿生蟹类 也是最大的鹿生节肢动物 这种螃蟹可以用它们的 粗壮有力的大钳子 直接将坚硬的椰子壳包开 因此才被称为椰子蟹 椰子蟹其实是一种寄居蟹 它们在幼年时期生活在海里 在这个时期 它们需要积聚到其他 富足类动物的硬桥中 进行自我保护 等长大成熟以后 它们才会离开海水登上陆地 一旦登上陆地 它们就会永远离开海洋 并且失去了幼年时期 在水中呼吸的能力 再也无法进入海洋 只能在陆地上度过余生 如果成年后再度返回海中 停留超过一个小时 就会被淹死 在陆地上 它们通常都会活动在一些 靠近海边的一些热带雨林中 成年椰子蟹的体宽最少可达一米 体重最重可达16斤以上 它们的大钳子的潜力 最大可达500斤以上 这要比绝大多数的 陆生生物的咬合力还要强 如果它的钳子够尖锐 以钳子下去 足以折断我们的手指 椰子蟹是一种杂质性的动物 椰子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 这个家伙 是唯一一种会爬树的寄居蟹类 它们能够爬到高达18米的椰子树上 摘取椰子 除了椰子 有时候它们也会吃的一些 动物的尸体和植物 在野外 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60年之久 套牌尔 塔斯玛尼亚巨蟹 塔斯玛尼亚巨蟹 也叫做巨大尼冰蟹 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黄帝蟹 帝蟹与帝王蟹是不一样的 它们两个是不同的物种 黄帝蟹的体积 要比帝王蟹更大 这种巨型螃蟹分布于 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域 通常都栖息在 水深100到180米的 泥泞海床上 这种螃蟹的甲桥宽度 最宽可达46米 体重可达25斤以上 在海底 它们主要以一些腐肉 和一些行动缓慢的动物为食 它们的寿命很长 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雄性的体型 通常是雌性的两倍多 两性的体型 差异非常大 并且雄性的钳子 通常是不对称的 多数情况下 雄性 黄帝蟹钳子 都是一大一小 当然 它的威力也非常大 据说 一钳子这下去 就能够轻易地折断 我们的手指 在自然界 这个大家伙 其实是一种 非常凶猛的 越式性的动物 有些地方 甚至直接将这种 巨型螃蟹 列为入侵物种 在加利福尼亚州 黄帝蟹的出现 直接导致当地的 隔离属下降 在其他地区 也在不同程度上 对当地的渔业 产生了影响 Top 1 巨鸥蟹 巨鸥蟹也叫 日本蜘蛛蟹 日本蜘蛛蟹 因其与蜘蛛 相似而得名 因为它有一个 圆形的身体 它是人类已知 地球上现存 最大的蟹类动物 这是一种生活在 日本周围海域的 一种大型蟹类 巨鸥蟹的腿部展开后 长度最长 可达4米以上 甲鞘宽度 可达40厘米 体重可达40斤以上 寿命更是高达 100年之久 这个大家伙 生活在深达 500多米深的 太平洋海域的 海底喷口和洞中 它们的性情非常凶猛 体型虽然看上去 比较笨重 但实际上 它们动作非常灵敏 在它眼前游过的小鱼 几乎没有一条 能逃脱它的巨大凹前 在水下 它可以利用体内 灵敏的感震器官 识别自身周围的活物 一旦有猎物 靠近 巨凹蟹 它们就会迅速 利用自己敏捷的蟹爪 狠狠地将猎物缠住 然后再用坚硬的大钳子 将猎物肢解 最后吃掉 不过一般情况下 它们并不会去 主动捕食猎物 这个家伙实际上 是一种食服动物 通常都在海底 搜寻一些死去的 动物尸体 以及植物卫视 这个大家伙外表 看上去非常可怕 甚至这种螃蟹 还有个外号 被称为杀人蟹 这其实是一个 翻译产生的误会 据熬蟹 有一个俗名叫做Daman's Crab 这在传入中国时 就被错误地翻译为了 杀人蟹 英文 中甘式巨熬蟹 有一个俗名叫做Daman's Crab 这在传入中国时 被错误地翻译为杀人蟹 这种类体型庞大且造型生猛 甚至还有人说这种螃蟹 可以使人受重伤危险 自然引发了许多人的极大想象 由于缺乏 对于巨熬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 因此在欧美的传说中 巨熬蟹被吹得越来越离谱 捕捉到这种动物的沃德 教授说 它们在夜间有着离开水面 到河岸边上岸捕食的惊人习性 相当吓人 但实际上 巨熬蟹压根布生活在河边 更不会上岸 哪怕是繁殖时 都是在50米水深的海底 由此可以看出 所谓的杀人蟹 只不过是人类不了解该生物时 所自己意想出来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